然后你去放那些被杀的狗 结果这个有钱人一听 哎呀老和尚乱讲迷信 他不理了 后来这个儿子坏坏坏到几点 二十几岁的时候 联合 有一次他爸爸跟他妈妈吵架 打他妈妈 妈妈这个儿子就打爸爸 把他打得快死掉一样 后来儿子又在外面犯罪被抓去关 所以各位这个就是来讨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中文字幕 李宗盛